這個 紐約華人圈搞了一個 跟馬斯克的見面會 馬斯克你硬要花錢 來跟馬斯克見面 你是不是重洋呢 結果真相是如何 重洋在中國是不行 在美國可以 就是說我在美國的華人重洋 基本上應該是沒有問題 因為我就在洋人區 其實這個問題是什麼 跟馬斯克見面會 這不得了 這個是在紐約的一個雜誌 他還用華爾街 那我就想說這樣展到 真的沒有名字的重洋 他就叫華爾街雜誌 創刊不得了 我們要邀馬斯克來 而且他讓大家說 有啊我們寫信給特斯拉 特斯拉也有回信 說OK啊 可是實際上也有人 去看那個信件當中的 那個郵件地址 好像也怪怪的 好 反正不管 那就證實說 馬斯克真的會來對不對 那馬斯克會來要不要去 像我們這些人 當然也想跟馬斯克 來蹭蹭熱度 不好意思 要錢 那一萬美金其實也不貴 我說實在話 你跟巴菲特吃飯 那個要多少錢 你跟馬斯克見個面 拍個照 那不得了啊 所以而且要參加之前 一百二十個人 大家很興奮 可是真的會來嗎 真的會來嗎 主辦單位還發信說 有 我們今天還跟他確認了 他真的會到 一百二十個人進去 等於一百二十個 一萬美金 結果到了現場 哇 大家很冷熱鬧啊 開始自拍 要從電梯走出來 還有保鏢在前面 護著 但是也奇怪的事情是就是說 我不知道習近平有沒有繳一萬塊 搞不好他也想去看 那重點是 馬斯克我們知道他的氣場 是很強大的 對不對 首富嘛 他出來的時候 應該是抬頭挺胸 而且大躍大白的走出來 可是這個馬斯克 不知道哪裡怪怪 就是他從電梯出來的時候 有點畏首畏尾的 就是好像很怕 不知道怕什麼 那你說是前面你有這個保鏢 結果大家仔細看 奇怪 網友說 這一看就假的 不是嗎 這個 你仔細看 那個樣子就不是馬斯克 馬斯克突然有變那麼胖嗎 退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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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很多人說 你這個做假 結果主辦單位說 可是我給你看 我們往來的信件當中 馬斯克也真的說回來 只是臨時說取消 我有個朋友 其實長得有點像馬斯克 我們這個叫做驚喜 在美國很容易嘛 對不對 很合理嘛 譬如說 我今天辦了一個活動 我邀請拜登來 你們想也知道 我不可能真的請到拜登 所以最後出來一個 長得很像拜登 大家會覺得很好笑嘛 對不對 一定是這樣嘛 這有什麼好了不起的 你錢還我就對了啦 反正我OK 你要驚喜 但你錢要還我是不是 當然我覺得這個變成 大家都在講說 不要從洋媚外 可是實際上心裡面 還是很希望能夠 跟有錢人能多一點接觸 那這樣的一個狀況 反映出是不是經濟問題上面的一些隱憂啦 我在想 你用這種方式來騙錢對不對 好 那現在呢 這個我們也發現年輕人 因為失業率很高啊 我們在節目當中提到這些事情 那對年輕人來講 那對年輕人來講也沒有解決的辦法 我們發現有一個數字是持續的在攀升當中 就是買彩券 四月份彩券的銷售 我講中國 狂增超過60% 一到四月是狂增50% 為什麼年輕人想的想法是說 反正我也找不到工作嘛 那你說去賺100萬 我不如中100萬嘛 這樣的一個思維開始有一些扭曲 那也反映的是失業率跟就業的問題 那不只這樣 可能你的高學歷 沒有辦法派上用場 你最後會成為一名流浪漢 但是不用擔心 因為我們發現很多流浪漢 高手在民間 他會教你英文 那他怎麼教你英文 他說沒關係 你看我們席地而坐對不對 你看旁邊有兩個 這個應該是國中生 來學英文 那當然英文要很好啊 他這個大學畢業 然後這個碩士畢業 他告訴你我可以教你英文 外面英文 隨便一個小時都要好幾百塊 不用 我10塊錢人民幣就可以 那如果你不願意付錢 你等值的青菜也可以 那結果 所以他是一邊當流浪 他一邊教人家英文 而且他字很好看 而且他的字非常好看 總是要謀生嘛 那當然現在的狀況 反映在民間的企業 為什麼大家也知道 在民間企業現在訂單 不容易承接了嘛 那結果現在那個監獄裡面 有很多的勞工嘛 就是那個犯人 犯人 那其實實際上 你是不用付他們錢對不對 你也沒有房租的問題 那他們有五百個犯人怎麼辦 他說你有沒有包包 我可以來幫你製作 衣服我幫你做 搶單 搶生意啊 那我問你 名氣已經這麼辛苦了 你的監獄的這種 所謂的作品 基本上一定可以報很低的價格 因為你沒有大量的支出 那這反映了什麼事 我跟你講民不與官鬥 那官又出來跟你搶生意的時候 民營企業到底要怎麼活下去 好 中國的這個 因為問題滿多的 所以監控的手法越來越緊 他要你刷指紋搭車 你敢嗎 這很可怕 中國有一個新科技給大家看 是搭乘地鐵 不刷卡刷手機刷掌紋 這掌紋其實坦白講 也是生物數據之一 因為中國我認為 中國應該已經把所有 中國人的臉都見完了 因為中國是全世界 這個堅持器密度最高的國家 他大概臉都見完了 接下來他想見什麼 想見掌紋跟指紋 所以他第一件是 他現在未來北京地鐵 要改成這種刷掌紋 這無接觸式的 刷掌紋的時候 他就是掃你的掌紋跟靜動脈 什麼是靜動脈 大家打開自己手掌 看到這個青色的血管 就叫做靜動脈 這是滿高科技的 可是對於中國人來說 有去訪問的話 好像覺得有點無感 可是實際上 我看到這些都是不含而立 因為中國政府是 唯一會把生物資訊 拿來作為維穩之用的國家 全世界沒有人這樣做 譬如說以台灣來說 我們一南有見指紋 你唯有犯罪的時候 你才會去比對 你不會說 我就要看你在哪裡 今天你這樣摸到這邊什麼 他不會 可是中國就會 而且中國正式進入 這個刷掌支付 變成說以後買東西 因為他這個技術很酷 他是跟微信合作 所以他掌紋是維微信 所以以前刷微信 刷微信不過掌紋 所以說你看中國是一層一層的 你如果只是地鐵的話 其實坦白說人不多 沒有那麼多人搭地鐵 可是如果是維微信支付的話 中國大概九成以上都是 微信支付對不對 所以他就可以通過微信 收集90%的中國人的掌紋 那我再問 微信收集到的資訊 要留在誰身上 中國身上 中國國安法是規定 中國的企業有責任要提供 企業內部數據給中國政府 所以這是養套殺一起 然後就有民眾探說 那不然我們就是矽膠模 因為網路上這個有賣整套的 這矽膠工具 就什麼模具啊 置物盒啊 這矽膠 然後他就可以製造別人的掌紋 然後複製別人掌紋之後呢 就可以輕易買到房子 貼在自己手上 我就可以用別人掌紋 吃點壞了 還有一些事情 怎麼可能 明虛你怕什麼有眼啊 就用別人來付錢啊 我跟你講啦 他有叫做掌靜脈嘛 還有靜脈 大家是你三歲還我三歲 法民真誤解了 我學人工智慧的 那個時候就有做人臉辨識系統 不可能這麼簡單嘛 對不對 所以好 那是中國這個 收集這個人 所有的資訊的 生物辨識資訊的 這是其中一環 可是很有趣的事情 是中國的地鐵 現在竟然變成一個大潛坑 很有可能中國地鐵 是真的會破產 我先給大家看 這個地鐵站有多層 你看這個地鐵站 這是浙江寧波的一個地鐵站 他竟然把這個地鐵站 蓋在田裡 農田裡 請問你農夫是要坐什麼地鐵 你根本就亂搞嘛 對不對 這中國現代化偉大的國家 農人都是坐地鐵的 不是農人你要牽扭下去嗎 你不可能嘛 扛鋤頭顧顧顧顧顧顧 然後呢 而且不是只有這個站 整個林波有三個站 是這種地鐵站 為什麼 因為中國就是要拚什麼 地鐵普及率 因為後來對於很多中國人 中國官員要升官 我到這個地級市當市長 我的城市名片是什麼 我有地鐵就表示 我是城市名片 是先進城市 所以硬著頭皮蓋 中國有多少 有54個城市 有292條地鐵 你層數9653公里 車站5600座 全世界最密 你蓋成這樣子的時候 你看一年政府補貼 一半都要靠政府補貼 北京地鐵去年月一起 一虧一虧1200億台幣 你有沒有聽錯 1200億台幣 然後昆明軌道公司 這是他們的地鐵站 窮到發不出薪水 然後浙江林波地鐵站 亂蓋成這個樣子 所以中國的地鐵亂象 也是非常非常多啦